大家好 现在的研究已经充分的证明了 这种现在的各种灯泡 LED灯 什么荧光灯 节能灯 这些灯泡对健康都是不好的 像我家里这个原先的屋顶上的就是这种LED灯 都是这种LED灯 这种LED灯 这种灯都是对健康不好的 那么不管是LED灯 日光灯 荧光灯 这些灯都不好 那么什么灯最好 就是这种老式的 这种老式的灯泡 这种灯泡老式的里面是有巫师的 这种灯泡才是对健康是最好的 所以晚上我就上面的灯泡我就不开了 我就开下面这个自己装的灯泡 那除此以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静红外光的这个红外线的灯泡 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么一个灯泡 所以呢就开这两个 这两个 那么原先的灯泡不好 那么有什么办法把它换掉呢 这里呢原先这个灯泡呢 它这个比较小 LED灯泡比较小 它很小很小 它这个都很小 而且如果要换成这种灯泡呢 要进行这个装修 要重新弄 把这个灯座要拆下来 把这个原先的灯座要拆下来 把这个灯泡换上去 但是这个白纸灯泡 灯泡比较大 这个灯泡比较大 是不是能够能不能装得到天花板呢 原来的孔也不知道 而且还要跟这个 原来这个灯座和原来天花板上 这个孔洞的这个大小要适配 所以很麻烦 这个就是要找电工 想要弄很费劲 那么我这个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去往上商店淘宝 买一个这种带插座的 插座的往墙上一插的 这么一个灯座 往墙上插座上面一插 把灯泡一装 这样就好了 最简单 晚上呢就是上面这种灯呢 LED灯呢 这种什么荧光灯呢 就都不开 就开这种最老式的 白纸灯泡 所以这个灯泡还是老得好啊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